民進黨要執政14個年度 每一年出生人數都往下遞檢化 就像我們丟同版的豁然率一樣 講機率 這個機率你要連續 華人對於生肖是有他的想法的 在馬中執政期間 2010年5年是比較低的 那是因為還碰到金融海嘯的問題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 農年是高的 不過 我們把2013年大概看這個12年 也將近20萬出生的人口 那12年傳統上其實也是生育率比較低的年份 而且這個將近2049.9萬人口 其實高於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數年 以及甚至蔡英文總統執政的積年 都是比較多的 那馬政府的陽年 更是勝過陳水扁總統跟蔡英文總統的狗年 人力銀行就有評估說 就是說勞工朋友們預估 就是家庭總收入要在10萬塊 才能夠足以因應一個生育小孩的費用 那我們把43K乘以2 也才86K 所以說呢我們要怎麼樣踏入家庭 更別說是生養小孩了 依據這個國發會最新的2022年的生育推估 我們估計今年的總生育率只有0.94 0.94 這同樣是世界最低的水準 大家知道我們的生育率要高於2.1 人口才會穩定耶 我們現在只有0.94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的